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是 大家看来穿得都很开心呢 Jeremy Scott还特地在爱记上提到 这组被验在卫衣 以及T恤上的拍立德 也都是他本人的灵感创作 自己就是自己的M.U.S.E.了 在上周开始出的Undercover 2019春夏新系列中 就又有一位名人出现了 这次基本占了Undercover新系三分之一本面的这位 就是每年都会被各大品牌 拿出来说是 Oh, what's the biggest darkest? 我知道你们很想问 Vivy's darkest? 究竟是谁? 其实,这位神秘人物 就是传奇巨星 David Bowie 在1972年 创造出来的虚拟人物 没错 就是David Bowie 犯人了 David Bowie David Bowie is the rise and fall of C.I.P.G.Y.'s diagnosed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 1972 也正是为了致敬David Bowie Undercover 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以十分契合的波普形式 设计在了星际多件单品上 一个头不够 放满全身组行了吧 就像我说的那样 David Bowie被品牌点名的次数 实在是太多了 不要说是Undercover 喜欢 其他品牌 用其他的脸 也真的是眉在手软的 同样有Tribute致敬 意味的 还有将星际大秀搬进剧场的Gucci 说真的 你们应该都和我一样 越来越爱Gucci了吧 而话题十足的Gucci 这次不仅买来了米老鼠 还将一位乡村音乐歌手印在了衣服上 Gucci 2019春夏成衣系列Dolly Patton 这位在1946年出生的乡村音乐歌手 也是来头不小 除了在五岁就能作曲 十一岁开始录唱片这样的天才经历吧 Tolly Patton 在喜欢Bling Bling 和喜欢夸张的假发这件事上 真的也是和现在的Gucci Alessandro Michelle 不谋而合 Tolly Patton 虽然Tolly Patton 在国内的知名度还不算高 但 借着Gucci的东风 我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他了 说到这里 我也必须版出最爱出人像帝的Supreme了 即使Supreme已经落日黄花 正等着闲鱼翻身的新时机 可是Supreme在致敬各位的偶像名人这件事上 真的也算是充满话题了 在前阵子18秋冬伤心的时候 我们就见到了登上Supreme的欧美乐坛女帝 Madonna 邓紫棋也上升了 几乎每季都会推出人像帝的先手合作女性的Supreme 这次也是品牌特地和Madonna本人合作的哦 原价500人民帝 不到的价格就能拥有Madonna 也真的是很划算啦 的确 作为女帝 Madonna 在时尚潮流圈的地位也是无庸置疑 能够将她穿在身上 除了是一种粉丝行为 同样也是对流行音乐文化的一种致敬了 除了Madonna 外 Supreme 同样也玩了很多我们熟悉的不熟悉的代价们 模特 Kate Moss 美国说唱歌手Nastiness Michael Jackson GT 2 Movies 电影剧集出里Celebrated Spy 能够有机会登上个类人像单品的 肯定还有电影 或者是热门剧集啦 你们应该都还记得前阵子 哪怕逼近2000人民币 都几乎人手一键的怪奇物语吧 但我今天不想再说它 因为我们有新东西了呀 我本以为在制作了这件爆款后 要开始调整自己的设计方向了 殊不知 品牌立刻就玩起了电影发面刷新 还有何关其物语 差不多是同期 生的毒枭 不仅如此 也在最近 将David Boy 验在了衣服上哦 不得不说 和Undercover有的一拼 虽然 我希望这个比高级时装品牌身份出现的IH Not Mone It 可以好好做些精致的设计 但IH Not Mone It 估计 是要在这儿如条 路上越走越远 哦 Living at the opt-on T-shirt GT 三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说到这里 其实在混乱的人像大战中 还有一批小清新般的存在 同样也是在今年夏天很火的品牌 来自韩国的ACM D-Lawai ADLV 也是爱豆们最爱上身的了 ADLV的人像单鞋 几乎都是 可爱的小朋友 做着各种表情的小朋友 哪怕只是买回来看着 心情都会变很好吧 这么看来 哪怕不是名人 不是电影角色 只要可爱 也是有机会被品牌Piccola期待的戳戳小手 哈哈 好了 是不是都打算添加进个物车了呢 有什么我还没有提到的 欢迎来各种提醒我 让我提胡冠顶吧 哈哈 编辑维林图片网络 如果您还记得知道 对 确实说 这点课 vi也不会变得到 这样 没想到 对 厨能的说法 为什么要败看着呢 对 厨能的说法 是的 厨能的说法